你要想到这可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说一时半会能换来的 就是这个议员他自己也说了 我们新东华联邦的战友团队 六次拜访他的办公室 如果我们之前少了一次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战友过去 这个自己的努力弃而不舍 而且他从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拜访 脸上他看到了我们毫无畏惧 是的 315之前我们拜访过 315之后我们依然拜访过 他没有从我们的脸上看到我们放弃了 是 在到了我们今天到了基地 看到我们几十个战友的时候 他又深深地一次感触到了 首先我们的基地这么壮观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场的这些战友 一个个饱满精神 无所畏惧 是 勇气是可以传递的